誰啊 梁君彥當主人 不是啊 這麼恐怖 他就是梁君彥的肖管家 我想除了讀媒 讀媒真是很空閒 他這樣看每一段立法會片很認真 因為梁美芬原本剪了一段片 就在他自己的Facebook上 然後他打算學以前憶文 憶文就很喜歡剪自己的立法會片上Facebook 現在所有的立法會議員都是這樣做 但差在沒有人看 差在沒有人看 例如霍啟江那些53view 有六十幾個 有百幾個算是這樣的 如果他在City上Lecture Theater 他上去Lecture還要多 可能他被控制他的學生在那裡聽 看他的發言 然後做功課 然後當是Attendance 是啊 他今天原本是說中醫 原本就是今天 民建聯陳永光提出 要推動中醫發展 他說他原本就一卵嘴在那裡說 做了很多功課 他說我一向都是中醫的支持者 從1992年開始有臨臨嬸嬸的雜症 病症 發言中藥都可以給我根治 然後越講越快 因為現在立法會議員只有五分鐘發言 當然是五分鐘 整個立法會有九十個議員 就是說起急起直追的時候 又變成急起極追 最後就是說收尾的時候 就說主席本人僅此陳詞 但是這句說話變成主人 本人僅此陳詞 接著聽完之後 梁君彥就一個這樣的樣子 就給了一個這樣的表情出來 你也算是臨危不亂 我忍著笑的啦 大口狗也算是臨危不亂 有些網友也挺好笑的 有些網友在我那裡留言 就在那裡說 哇大口狗也算是雜食 哈哈哈哈 平時連梁美芬也吃 所以人家這樣叫的時候 就變變不驚 急起上來就叫做 難怪梁君彥叫大口狗 吃慣這麼重的口味 看到他這樣 有些人就改圖 主人而已 這個男人來的 梁美芬 梁美芬被人批到這樣 他是不是平時跟梁君彥玩這些主人遊戲 真是不知道 這些東西 玩蘿莉塔這些遊戲 真是很恐怖 因為你本身沒有時間 急起極追 說話放到快果龍的時候 平時說什麼就說什麼 看到梁君彥的樣子 這個就正如 你敲膝頭膏 條件反射 看到主人就叫做主人 哈哈哈哈 印度神龍二點來過 羅網也對呀 所以不是吃到他這麼大口 哈哈哈哈 叫他做主人 現在立法會 你只能笑這一節 所以我真是厲害 讀媒 連你做一宗這麼好笑的新聞 他原來這些 這些片 你都要不放過 但又這麼說 客觀上 她又幫了梁美芬 梁美芬 就踏進 這個鄭彥雄要求的KPI 又近一步了 當然啦 現在你重量不重質 現在這些人 還有幾件事要說 今年旅客來到香港只有八成 是回復疫情之前的四成 很少 也不是更加告訴你 但反過來一件事 例如我們看英國的新聞 去希斯路的機場其實是常滿的 為何跟你香港都叫做亞洲交通樞紐 為何會這樣做 這麼低 這個真是離奇 第一當然是說大陸的經濟復甦緩慢 但問題是香港是國際中心